這幾天 國民黨的黨內的氣氛 就好像跟民眾的想法不太一樣 沒有什麼團圓的氣氛 甚至我也覺得這段時間 國民黨選舉的紛紛擾擾 造成了大家對國民黨的負面的觀感 我身為黨的一份子 又參與這一次的主席選舉 我也感到我有責任 我要跟所有黨員同志致歉 除了這個氣氛以外 上個禮拜三中常會證件會發表 那因為我先離開 而造成包括亞中同志 包括卓貝仁同志 包括江啟臣主席 可能感覺心裡不是很舒服 我在這邊很明確地跟三位同志 表示不好意思 謝謝 跟大家抱歉 我們希望這個選舉都是一時的 黨內大家都是同志 剛才我進場的時候 不管你是坐在哪一位同志之後 我都是跟大家說 同志好 自己的同志大家早安 我們都是自己人 我們都是共同 都是中山先生 國父的信徒 我們都是金國先生的追隨者 我們要共同 以這樣的目標 來團結國民黨 那每一位同志 我們可以競爭 但是千萬不要鬥爭 我們可以競爭 不要鬥爭 我們可以較勁一下 但是不要叫慢 因為我們的共同敵人是民進黨 民進黨最期待看我們笑話 看我們國民黨不團結 或者是自己有內鬥 那這下我們黨內同志失望 民進黨就非常開心了 所以我們再次的強調 我們的共同目標就是民進黨 我們大家一起團結在一起 剛才聆聽伯元兄 對輔選的很多的熱情 如果我當選 我一定要伯元兄 一起來輔選 因為畢竟你也擔任過 這麼久的民意代表 擔任過縣市長 那江主席 這不用講 這過去這一年多來 非常的辛苦 我多次的場合都謝謝江主席 他這段時間的努力跟辛苦 的確每一位在這個時候 要為國民黨付出的 都值得我們大家來肯定 那我們面對這樣的挑戰 其實現在要看的 不是我們個人的問題 是黨員的心情 我們黨員的心情 最近都說大家都壓力很大 都很有情緒 有人說黨員現在很悶啊 也有人說朱立倫好像看起來 有一些情緒 有危機感 其實我是有危機感已經很久了 我是覺得如果國民黨 越來越弱 國民黨越來越小 國民黨越來越走偏峰 或者國民黨不能獲得 大眾的肯定 我這才是危機感 國民黨如果在台灣 沒有辦法贏回執政 沒有辦法贏回中華民國 那是我們最大的危機感 我有情緒 我的情緒生氣 不是為我個人 而是所有黨員同事一樣 我覺得我們國民黨應該更生氣 更真氣 而不要讓黨員更生氣 因為我們該硬的時候 該強的時候 該權力對抗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決心 一定要努力到底 這些都是我們黨員同志 大家共同的心聲 面對民進黨 我也很生氣 因為很多黨員同志 只要兩萬一接觸 就被扣帽子 就被說你是出賣台灣 這是民進黨典型要扣我們帽子 我們都要共同為我們黨員同志 來捍衛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 中國國民黨還是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是創建中華民國的國民黨 我們永遠要捍衛中華民國 我們要堅持我們民主自由 堅持我們的共同的理想 我們都是政藍軍 這才是最重要的